据参考消息援引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巴库同阿塞拜疆外长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关系 对俄罗斯不构成风险 俄外长说 我们的立场始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欧盟不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因此 与北约不同 它与任何国家发展关系 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威胁和风险 它同时还指责欧盟和北约正在组建一个现代化联盟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同俄罗斯作战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先曾表示 向乌克兰 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提供加入欧盟的前景 是给俄罗斯的一个强烈信号